以色列台拉維夫賣場內 大批民眾大排長龍結帳 仔細一看一盤貨架上 餅乾 杯麵 麵粉等通通有 在以色列的台灣人Am分享 一巴衝突發生第三天 他到賣場去採買 準備逃難包 物資充足 但唯獨發現 礦泉水很缺 不過其實以色列面積中 六成是荒漠 全年降雨量少 再加上前線可能缺物資 因此很多人會買水 也有年輕人發起物資捐贈 要為前線軍人和南方城鎮百姓支援 以色列有年輕人主動發起捐贈物資活動 礦捐水 有品 衣服 都有人捐 但大家好奇 以色列會不會因為衝突導致物價變貴 有沒有物價上漲 其實是沒有 就如同我剛才說的 以色列他們想的都是怎麼樣子去幫忙 所以沒有囤積糧食的這個問題 在以色列的台灣部落客 約阿咪分享以色列最新現況 他說物價目前沒有變動 也沒有囤糧情形 因為以色列人現在一心想的 都是保衛家園 我們身邊的朋友也被徵召回去當兵 特別是有一個朋友他才剛生第二胎 那個寶寶菜我想一下 應該是兩三個月而已 但沒有辦法 為了這個國家這是一定要付的代價 和外界想像不同 約阿咪說很多以色列人現在趕回來支援國家 士氣高昂 而衝突繼續延燒 以色列人對抗恐怖組織 要努力撐下去 直到國家恢復安全 一本新聞綜合報導 9號傍晚以色列台拉尾夫街上 空襲警報響不停 從飯店看出去 街上人車明顯減少 一整個晚上響了三次 台灣還有團客在境內 整團長輩來來回回 衝到飯店地下室避難 因為原定搬機不飛 只能改機票 當然是最好是不要 只是因為卡到機位的關係 你說風險 我不敢說沒有 不過基本上來講的話 也還好啦 就是八個小時左右了 巨漿的台灣團客 原先住在耶路撒冷周邊 要等原定的搬機 但現在部分團客得再奔波 整團移到約旦安曼 距離超過100公里 還得過邊境檢查 得花至少7小時以上 而且改從約旦返台 成本再拉高 巴士費用 以色列離境稅 進入約旦又要重新入籤 還要再加住宿費 每位團客大約多花 美金500元以上 一整團28人 就得燒掉台幣45萬 但業者全數吸收 另外一團 滯留以色列的永信旅遊 有團客抱怨 當地開戰之後 照行程進入耶路撒冷等原航班 原本提議要回到約旦飛 但被旅行社拒絕 因為重辦簽證很麻煩 直到國台航班取消班機 才有備案 民眾不滿 進到耶路撒冷 距離戰爭點 大約是台北到新竹的距離 認為旅行社 是以節省錢的方式 在處理事情 對此業者澄清 第一時間就成立應變小組 完全以團體安全為第一考量 而不是成本 目前 自由當地的旅行團 拒絕兩團各28人 以兩種方式返台 一團從耶路撒冷到安曼 再到杜拜香港轉機 回到台灣 改搭阿聯酋航空轉國泰 另一團則在以色列境內搭機 從台拉維夫出發 到杜拜香港 左右回台灣 只是可能會搭阿聯酋 或杜拜航空 再轉回國泰航空 有業者說 會到機場接機 發慰問金 畢竟折騰了這麼久 過了重重難關 終於能抵台 機場跑道 士兵帶著行李箱 準備搭上西拉車 喬班機 從以色列撤回 各國政府 將國民 從衝突中撤離 師弟總統 博里奇 在社群平台 X發文 安排人道班機 從聖地雅各 飛往異國 撤離同胞 因為當地還有113位 置地公民 匈牙利兩架撤橋班機 一共撤離325人 登上巴士抵達 布達佩斯 包括墨西哥兩架飛機 保加利亞撤橋班機 都抵達 阿爾巴尼亞外交部長 則薪資到機場 接從特拉維夫 回國的公民 只是白宮發言人表示 美國國務院正在提供領事協助 但政府並未積極考慮緊急疏散公民 有下機旅客則回憶逃出來的過程 不少人聽見炸彈聲響 看到火箭從窗戶飛過 等待飛機過程中 身心煎熬 反國人相當害怕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熟悉的經典快歌 全場多達6萬名粉絲 陷入瘋狂情緒 美國歌手 布朗瑪斯 4號晚間首度在 以色列開場 結束表演 布朗瑪斯還在IG發文 寫下Less the Nights 顯然是意猶未盡 原定7號 還要舉行第二場演出 卻因為激進組織 哈馬斯突襲以色列 這下計畫全被打亂 布朗瑪斯被禁止 第二次占責的表演 在特拉維夫 今天他表演到60,000人 昨天晚上 主辦單位隨後也發文 證實因為戰爭 第二晚的演出喊咖 將進行全數退票 同時竟還傳出 布朗瑪斯和團隊失聯 粉絲紛紛留言祈禱 直到這照片流出 大家才鬆口氣 身穿黑色背心 手臂上有刺心的 正是布朗瑪斯的哥哥 據了解兄弟倆 已在8號凌晨2點 出境以色列 但也因為音樂設備 還來不及撤出 只好取消下一站卡達的演出 向來在舞台上和歌迷熱情互動 布朗瑪斯這回在事發後 零貼文 零動態 卻也讓部分粉絲不滿 應該要表態聲援以色列 成為下的舞台一大插曲 TV7你用誰上部去 談不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